好今天回到臺灣 今天立法院有什麼焦點 國會風雲鏡頭交給主播維佳琪 好我們帶你來掌握一下 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那麼今天在立法院有哪些焦點呢 帶你一起來掌握 那麼首先我們帶你來看到的是 今天立法院針對了 總統國情報告這件事情 從選前呢大家就一直在討論呢 接下來的總統是不是要到立法院 來國情報告呢 准總統賴清德之前也承諾過 如果有需要他就願意來 那麼其實現在包括了 民眾黨團跟國民黨團 都有希望國會能夠改革 未來是不是能夠邀請總統 來到立法院國情報告 所以今天就找來了韓國瑜的左右手 同時也是立法院的秘書長 周恩來來做報告 只不過呢他們想要的方式呢 是以急問急答 也就是說他們有什麼問題 希望能夠總統馬上回應 只不過周恩來在業務報告裡面 就講到了過去呢 在美國跟法國都沒有這樣的潛力 通常呢都是匯集完大家的問題之後 再由這總統來做統一的來回答 那麼因此現在大家對於這國情報告 有很多的疑問 今天呢也在立法院呢 來展開質詢 不過呢周恩來進去之前 當然就被問到很多問題了 我們先帶你來看看他怎麼回答 可以看到呢今天周恩來其實一大早就進到委員會來做準備了 只不過面對記者提問呢他都沒有多談 似乎也在走立法院長韓國瑜的模式 也就是並沒有想要跟來媒體多做說明 只不過我們要帶你來看到是現在在司法委員會裡面呢 那麼當然第一棒就是民眾黨的黃國昌來做質詢了 那麼除了國情報告部分呢 他也針對很多立法院的議題要來就叫周恩來 一起來帶您聽聽看現場的最新畫面 這個我們這個就是說這個在憲政運作之下 各院之間有一定的權責啦 那都要按照這個原則來 我先停一下各院有權責 這個我同意喔 現在本院啊包括我個人 可以看到呢其實現在在司法委員會 正是黃國昌在質詢 不過另外一個焦點帶您來看到司法委員會 旁邊的國防委員會 今天是國安局來做業務報告 那麼當然大家都很好奇 最近的臺海情勢到底是不是比較緊張了呢 尤其他們也講到了對岸呢 最近對臺灣的態度可以說是硬中帶軟 所謂的硬呢 就是他們藏在灰色地帶不斷的侵犯 不過軟是他們也對於臺灣有一些扶臺的政策來推行 所以才去的也算是兩面手法 只不過今天大家就問到了這個國民黨立委不是一直呼籲嗎 呼籲總統是不是應該要在卸任之前登太平島 那麼蔡明燕也有最新回應 南海地區的軍事化程度非常的高 所以國際社會也對於南海地區的自由航行權 跟自由飛越權有非常多的關注 也就是很多的國家的基建 在通過南海的海空域的時候 都有遭到相關國家的干擾 所以我們必須要評估 在一千六百公里的飛行途中 總統的坐機會不會有相關的飛航或偽安的問題 這也是國安局必須要評估的 所以假如說這兩個結構性的問題 沒有辦法來解決 那沒有辦法來降低一些 不確定的因素的話 現階段 我們不建議總統去太平島 國安局是評估了目前的風險還是存在的 所以目前現階段是不建議 總統去登太平島的 只不過今天在這一個國防委員會裡面 當然是要針對國安局做業務報告 有很多的事情要來探討 不過就在剛剛已經進入到了秘密會議階段 而在秘密會議之前 當然立法委員們之前已經修法了 那麼進去之前就要交出他們所有的電子設備 包括了手機 電子錶 通通都不能帶進裡面 所以在外面就有立法院的人員 來幫忙收手機 鎖起來 等到這個會議結束委員出來之後 再做歸還 以上是國會風雲的最新現場